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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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超感谈 超感谈 大家好 我是JH 迅宏 据大马皇家警察统计显示 去年3月至10月共有266人选择自杀 而在今年自杀的课题也不断的搬上台面 就连受到大家所追捧的艺人网红也传出自杀的消息 到底一个人呢要承受多大的负面影响 才会选择自杀来结束一切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心理注册辅导师 李选妮来为我们解开到底拥有自杀倾向的人 心理压力是怎么样的 我们又该如何帮助他 哈喽 大家好 一个人会选择自杀或者是拥有自杀倾向 其实他们不是空穴来风 他们心里应该都是有面临很多不断的挣扎 或者经历过那些求助无门的时刻 然后心里才会觉得 做出自杀的选择啦 通常我们会讲说有一个人会想要有自杀这样子的一个 念头一个倾向 通常就是他们会有两个状态啦 一个我们叫做就是 无价值感 无价值感 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我这一个人好像就是很没有用 我没有这个价值 然后这个世界上好像 没有我也没有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叫做说 他可能就是就有那种无能累赘感 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是别人的累赘 我就是会拖累其他人 哇你这样子点到这几个点我现在有一点鸡皮疙瘩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拥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 他的身边的那种情绪应该会变得很空 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了 对不对 而且就是 呃其实自杀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课题 因为平时我们看好像很多人都很 很简单的去描述一个自杀行为 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也并不是说一个单一的原因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当下 他们的那一种无助的感觉 就好像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 身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理解我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他们自己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承受能力不强吗 心里的这种承受能力 其实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那一种重视的东西不同 俊彤对你来讲什么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外星 对 是啊 所以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是亲情 有一些人可能是讲爱情 每个人重视的东西不一样 再加上可能生活一直以来 平时他的敷衍力 就从以前早期他是否能够培养他这个敷衍能力 不过讲真的你看啊 现在我们这边拍摄团队很多人听到我讲外在人家在笑 其实这个因为我们个人可能心中原本最在过的东西被摧毁了 才会有那种念头对不对 而且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 为什么这一个人对这个东西这么在意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眼影有他的故事 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背后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去说 哎呀外在而已吗还是什么 没有办法理解他们背后的那种原因故事的话 我们也不要贸然的做出这些判断吧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人已经拥有自杀倾向的话 他们会有释放出怎么样的一些情绪吗 走到就是自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然后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压力源嘛 但是压力源的时候通常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忧郁啊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很焦虑 可能慢慢累积下来 就会开始产生一种无助的感觉 他的整个行为其实还是什么 你都是可以有一丝丝的感受 会微妙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会有一些意思的 如果讲行为的话 其实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就是已经计划要自杀的话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去看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属于比较间接的 所以间接的话就是他可能突然间有一天走过来就跟你讲 这个是我养的狗狗啊还是什么 你帮我照顾好不好 突然交代遗物的感觉 对对有一些就是说交代 所以就比较间接的 他可能会向一些的人道别 通常这些都是很间接的 有时候我们甚至是没有发现到的 对他选择像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了 是不是他已经经历过那些选择啊挣扎器了啊 是吗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这样说就是自杀的话 我们会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你有那个自杀的念头 就好像前天就突然间 哎呀我年上升逗了我很想死啊还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自杀念头 对 但是从自杀念头 然后到自杀 我们第二个阶段叫做自杀意图 就是说哎我今天我就是真的 我不能够了我想死 然后我有这个意图在里面 嗯 OK很强烈的一个意图 然后有意图了我们就回到计划 就讲说哎有哪一些自杀的方式 他就会做一些计划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实行这样子的一个自杀计划 OK这四个阶段 可是哦我想跟你讲 有一个研究就是从自杀念头 有一个自杀意念 到自杀 他执行这个自杀 最快是多久时间 我猜吗 对 一天吧 一天哦 答案是 十分钟 五到十分钟 十分钟啊 这个做做这么多的决定 五到十分钟 就是说我有一个自杀意图 我今天很想死 然后我到我执行这个计划 最快啦 五到十分钟 所以意思是讲说 如果你脑海中无形出现出自杀的念头 那个已经是危险了 对吗 自杀这一个举动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呢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只是短短十分钟 就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可是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很多人就会轻描淡起来 就会想说 哎呀有自杀倾向的人呢 可能他就是心里有病了啦 有精神病啦 就会把他灌输 他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了 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其实大众 对于这一个精神疾病 一方面是并不是很了解 另外一方面当然是对自杀课题 我们更加的 就因为华人嘛很少 就突然间就讲说 哎呦我饿得要死啊 闷得要死啊 像嘴巴讲死死死 可是你当你真的很深入 你要去谈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多少人 对我觉得华人的一个传统理念就是 尽量不要讨论这些晦气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害怕 我们就很少去接触 很少就想说要去更加了解他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误解 所以其实你讲好像有异症的话 其实好像说他们有自杀念头 是他们的一个症状之一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把它 就是视为必然的 就是说你有异症还是你有这些什么疾病 你一定是会想死 它并不是必然的 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要去多了解 然后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无名化 一个贴上一个标签 那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也了解了一些我们对自杀的误解 那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就是请老师来教我们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像这样子的朋友 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有效的帮助他们 是是 我们要怎样子去协助他们 其实在我们 就是当我们卖下 我们现在有在执行一个就是 care 的一个自杀房子守门员的一个课程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c catch the warning sign 你就是要先去觉察说对方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叫做a c a 我们要很专注的去倾听他 attending listen 对我们要去倾听他 我们就是带着不批判 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可能 他们在去诉说他们一些想法之后 这边可能就有一些念头 对 我觉得这个 我想不开 这个大家很多应该我们应该都会有体会到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诉苦 那个人就讲 你这样做错了啊 怎么会这样闲 你很傻嘞 你要这样子 对我觉得 这样子会不会让那个人更无助啊 因为他觉得 我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真的了解我的人了 所以我们就是讲说我们真的是要去试着啦 真的是去放开自己的一些的那一种原本一些的价值观 然后就专注的去聆听他 第三个我们叫做risk management arm OK就是风险的管理 就是当我知道说这一个人有自杀的一个念头的时候 我要确保说这一个人现在是处在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 是 可以这样子去问问他说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的计划 如果表演感的话可以直接这样子去问他 你有这样子一个学生的念头 那么你有想过要怎么死吗 对 是 然后他可能如果有一些事还没有到那个计划 他会跟你讲我还没有想到还是什么 我就很想结束 可是我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做 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还没有到那个计划哪个阶段 但是如果他已经有计划告诉你要怎样怎样子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要很小心 对 例如说他可能就是想要从一些搞出来是哪里这样子跳下来什么等等 那么我们就要很小心 我们就要去可能去注意他人身安全 知道说是否有人一直这样子可以陪伴他 最后个四呢 就是要确保他能够去得到一些专业的协助 我们在网络上也是可以发现很多 如何是帮助那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一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讨论到就是 他们有自杀倾向的人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真正的多了解他们心理状态 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对症下药去了解我要怎么帮助你了 然后就像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care四个步骤 就很好的去衡量他们的那个风险啦 然后要实际行动啦 然后陪伴不要去批判他们 用陪伴来去安慰他们可能无助的心灵啦 那最后我想请老师再呼吁可能有什么热线 可以帮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 或者是寻求帮助的人 其实大家是可以打就是心灵辅助协会的一个电话号码 就是03-7627-2929 还有一个号码就是关怀协会15999 这两个电话其实都是24小时 然后也是有三余的 大家可以这样子去打 那今天我们也谢谢Shenny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 这一个我们的那个有自杀倾向的朋友 他们心理状态到底怎么样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他 也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希望就是今天这一集节目呢 可以给到我们身旁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自己有一些启发了解到 如果是接下来我们生活中真的面临像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跟解决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这一条轻松反弹类节目 稍微反弹 好好谈 为大家搜罗时下最新 最奇特 最潮的人事物 我一直要延长延长延长 我们才会死 我也懂 我也懂 马上按赞并关注我们 让你的第一手消息 一点也不傲